在上一堂国文课时 狐狸猫与小树蛙学到了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成语 对生物非常有兴趣的它们 从生物的角度去讨论它 螳螂吃蝉、黄雀吃螳螂 感觉是在大自然中常见的掠食关系 对啊,看来古人对生物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呢 咦,我刚刚仔细一想 蝉要吃什么才能维生啊 蝉已吸取树枝维生 所以可以说是吃树吧 那么树又要吃什么呢 其实树不会吃其他的生物哦 像是植物、藻类与蓝绿菌这类生物 可以利用阳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土壤中的水等 进行光合作药 合成自己所需要的养分 生物学上称它们为生产者 哦,原来如此啊 那么蝉在生物学上又代表什么呢 你想想看 农夫收成的农作物 有谁会去跟它们购买 我知道,是消费者 你说的没错 像是蝉这种无法自己合成养分 必须透过摄食其他生物才能为生的生物 在生物学上就称为消费者哦 既然是必须透过摄食才能为生的话 那吃蝉的螳螂、吃螳螂的麻雀以及人类 是不是也属于消费者呢 对啊 只要是需要摄食来为生的生物 不管它是吃生产者还是消费者 都是属于消费者 咦,那么长在小木上的蝉芝 是不是也是消费者啊 不是哦 蝉芝虽然无法自行合成养分 但是它们是透过把酵素分泌制体外 将养分分解成小分子在吸收 像是蝉芝这类真菌界的生物 与一部分的细菌 在生物学上就称为分解者 哦,也就是说 消费者是先将养分吃入体内 在体内消化后再吸收 而分解者则是先在体外消化 再将小分子吸收 你说得很清楚哦 另外,分解者不仅分解小木 只要是生物遗骸、排遗与排泄物 都是它们分解的对象之一 将其中的有机物分解为无机物 给生产者合成养分 协助生态系中物质的循环 原来如此 既然都有生产者、消费者与分解者这样的名称 那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是不是也有一个生物学的专有名词啊? 这题难倒了小数蛙 于是,它们去办公室找生物老师求救 下列关于生物因子的叙述何者正确? A. 分解者只能分解生物的遗骸 B. 真菌属于生产者 C. 消费者必须摄食以获得养分 D. 所有的细菌都是分解者 正确答案为C. 老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是不是有一个生物学上的名词 形容它们之间的关系? 确有哦!这是吃与被吃的关系 也就是一种摄食关系 这种从生产者开始 到最高级消费者之间的食性关系 就像是一条锁链 所以在生物学上我们称之为 食物链 咦? 什么是最高级消费者啊? 只要是不会被其他生物捕食的物种 就是该食物链中的最高级消费者哦! 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为例 吃植物的蝉为初级消费者 吃蝉的螳螂为次级消费者 吃螳螂的黄雀则为三级消费者 如果没有会捕食黄雀的生物存在 黄雀就是该食物链中的最高级消费者 也就是说 如果黄雀是最高级消费者 从树开始一直到蝉 螳螂 黄雀就是一个完整的食物链 小树啊说得没错哦! 那么食物链中吃与被吃有没有可能相反过来呢? 其实不会哦! 以海洋中的食物链为例 海豹会吃乌贼 可是乌贼却没有办法吃海豹 所以食物链是一种单向链状的食性关系哦! 其中箭头除了表示单向的食性关系 也表示养分的传递方向 像是按其中 车可以吃马 象可以吃车 是又可以吃象一样吧! 小树蛙形容得很生动哦! 可是一种生物可以吃很多种生物 一种生物也可以被很多种生物吃掉 像是马可以被车 像是吃掉一样 那这样的关系还能称为食物链吗? 狐狸猫问得很好哦! 因为它们都属于单向链状的食性关系 所以仍然可以构成食物链 当这些食物链交错相连 就会形成网络般的食物网 网子有密有书 那食物网是不是也有书密的差别? 狐狸猫问得很好哦! 以刚刚的海洋食物链为例 你们想想 如果海豹只吃乌贼 那么当乌贼消失了 会对海豹造成什么影响? 海豹会因为失去食物来源而灭绝 小树蛙说得没错哦! 其实在海洋中 海豹除了会吃乌贼 也会吃废鱼、银木鱼和鳞虾 因此即使海豹的其中一种食物突然消失了 也不会对海豹的族群造成严重的影响 就像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一样 分散风险 所以 食物网中生物的食物来源越丰富 组成的生物网就会越复杂 不容易因为单一生物而受影响 形成一个更稳定的生态系 下列有关食物链与食物网的叙述何者正确 A. 食物网越复杂越稳定 B. 食物链为双向的实性关系 C. 仍有消费者可以补食最高级消费者 D. 食物链中的箭头方向与养分传递相反 正确答案为A. 生态系中的生物因子 根据养分来源的不同 可以分成生产者、消费者与分解者 生产者能借由光合作用自行产生养分 消费者必须设施其他生物 才能获得大部分所需的养分 分解者分泌酵素质体外 将生物银孩、排银与排泄物等 分解成小分子养分后再吸收 食物链是生态系中 依据吃和被吃的规则 将生产者和消费者排成单向链状的实性关系 由于同一种生物 常会有不同的食物来源 本身也可能成为多种生物的设施对象 因此生态系中不同的食物链 经常会彼此交错相连 形成食物网 学到了这么多 那我们再动脑想一想 秃鹰以生物的遗体碎片为食 请问他们是消费者还是分解者 此外 日本琉球、宫古岛 近年在森林底下 曾发现了新种蟑螂 据说他们以森林中腐烂的树木为食 虽然是蛮多人讨厌蟑螂的 但为了生态系的稳定 如果你在野外中看到他 千万要脚下留章啊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